在这个影片的继续之前我们先来看 Square12在计算机里面它会变成2Square3 如果我输入的是Square18的情况之下 那个计算机会给我3Square2 然后在这个影片里面会讲解 为什么计算机会给出这样的答案 而我们有没有方法是不使用计算机的情况之下 拿到这样的答案 首先我们的12 我用LongDivision就是说我除2得到6 再除2得到3 除3得到1 从中我知道12会是等于2Square乘3 然后这个2Square乘3 我除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之外 我可以用我的计算机按12 然后等于然后我再按Shift Feedback OK 然后它就会变成2Square乘3 所以我的Square12会等于2Square乘3 也会等于2Square 再乘2Square乘3 然后再乘2Square乘3 然后再乘2Square乘3 然后答案就会变成2Square乘3 然后同样的道理 我的18我除以2 我得到9 9除3 3 3除3 1 所以18会是等于2乘3Square 然后我也可以用我的计算机来确认答案 18等于 然后我再按Shift Pf 然后它就会变成2乘3Square 所以我的18会变成2Square乘3Square 也等于2乘3Square 等于2乘3Square 等于2乘3 然后答案就会变成3Square乘2